做了模特兒這麼久 其實你學習到什麼呢 也叫做你是自己資深 一位很有質素的專業模特兒 人生上你覺得有什麼改變了你做這個行業 我想第一個就是我沒有那麼害羞 性格比較開朗很多 我自己是一個很貪美的人 所以也扮漂亮的時裝、揭別、健康 任何有關於漂亮的東西 我都認識了很多 另外一個我小時候的朋友都認識了很多 因為很多模特兒 所以建立了很多不同地方的友誼 我覺得也是很珍貴的 我認識了UNICE 我們是電台認識的 但我覺得我們不是經常見到 但見到遇到其實有很多話說 我很關心他 我不知道他關心我 可以關心你 有沒有人比你眼紅 因為這一行其實什麼人都有 始終是有些很奇怪的人 他覺得你走得這麼好 就會眼紅你 有沒有聽過或遇過類似這樣的事情 都有的 分量一下 不單止這個圈 這個圈都有的 我永遠都覺得我做好我自己的本分 你怎樣 我怎樣 攻擊也好 怎樣做一些背後的事也好 如果 真的我不會去care 因為我走得太多 站得太 我終於想要做了 我會不會有去看 我會不會有我 我會不會有這段 我會不會有的 我會不會有的 我們來就不會有個好處 那我會不會有的 我會不會有這個